大家好,这里是江秋夜读。 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是在封建社会还是现在的科技社会, 人们对于长寿健康的追求从未停止过, 而且越来越强烈,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于长寿的渴望也在慢慢增强。 但是现在的科学技术尚不能满足人们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样才能够让身体更健康, 让身体各器官的功能衰老的速度慢一点。 而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生活环境, 这些都会对寿命长短造成影响, 而其中性别的影响最明显, 那就是男性的寿命普遍没有女性的长。 首先这跟个人的体质有关, 而且男性相对女性来说, 生活习惯更不规律, 承担的社会压力也更大一点, 所以最近世界各机构都在寻找男人长寿的关键。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男人长寿的四大秘诀, 震惊所有中老年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支持和评论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哈佛大学最新研究发现, 男人长寿的四大秘诀, 午睡排第三, 第一个你几乎天天在做。 第四名, 饮食规律。 古人说, 人食无骨, 熟能无病。 现代人说, 病从口入, 可见自古人们就知道, 这吃与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饮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非常大, 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非常有利于身体保养的。 所以身体较好, 寿命较长的人往往是比较注意饮食健康的, 因此肠胃功能也会比较好, 食物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消化吸收, 就可以帮助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维持在最佳水平, 达到远离疾病, 延年易受的效果。 比较长寿的人饮食都是比较清淡的, 现在很多人都存在重口味的饮食行为, 在饮食过程中总是大量进食辛辣, 生冷的食物。 这些刺激性较大的食物摄入过量会对人的消化系统造成影响, 身体持续受刺激可能会导致健康受损。 想要延长寿命, 促进身体健康, 关键就是注意饮食的合理, 在饮食过程中以清淡为主, 这样既能够获取营养物质, 也不容易刺激身体, 才能防止疾病发生。 不要吃太饱也是延长寿命的方式之一, 有的人存在误区, 觉得每顿饭吃饱一点, 可以更充分提供各类营养物质, 能量也不会缺乏, 从而维持生命活动正常。 确实, 三餐要吃饱才有力气干活, 身体的营养也不会缺乏, 但吃饱有一个标准需要把握, 七八分饱是最理想的。 有的人吃得过饱, 胃部几乎没有空间, 会有保障感, 增加消化压力, 不利于肠胃功能提高。 第三名, 午睡。 再说午睡之前, 先给大家聊聊睡觉这个事情。 事实上, 在一天当中并非只有晚上睡觉, 才是身体缓冲的刚需。 我们每个人每天完全清醒的状态, 大约在四个小时左右, 几乎每隔四个小时, 就会犯困一次。 受生物中的影响, 有两个时间段是最想睡觉的时段, 一个是凌晨的一点到四点钟, 另一个是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 而这两个时间段的唯一区别就在于, 午觉时间短, 晚上的睡眠时间长。 大家有所不知, 中午哪怕休息十分钟, 消除困乏的效果比晚上多睡两个小时还要多。 科学的午睡, 可以提升下午的工作效率。 美国航空航天局, 对昏昏欲睡的飞行员进行研究测试, 结果发现, 午睡后可以大大提高工作的警觉性和效率。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中午不睡觉, 下午准崩溃的玩笑话。 午睡过后的大脑神经, 得到了短暂的休息和放松, 身体代谢率会有所提高, 促使下午的精力更加旺盛, 头脑清晰。 适当的午睡, 能降低中老年人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病率。 欧洲曾经在两万多人的研究中发现, 睡午觉与关心病死亡率的降低之间存在联系。 第二名, 排便规律。 常在早餐起床后或早餐后两小时排便的人, 生命线或许会比较长。 正常的时候, 身体经过一夜的新陈代谢, 会出现一些垃圾和毒素堆积。 如果不能及时排出, 会影响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健康, 让身体变得越来越糟。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平时注意排便习惯都是有益的。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排便, 那么身体会越来越好, 垃圾和毒素会及时排出, 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生活中, 如果你经常出现便秘现象,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总是便秘, 身体会变得越来越糟, 大量的堆积垃圾和毒素, 导致身体会处于超负荷状态。 如果垃圾和毒素没有被有效排出, 无法为我们进行更好的新陈代谢。 如果我们不能在早上及时排便, 一些代谢废物以及肠内的废物 会在肠道中积聚, 它会被反复吸收, 毒素会再次在体内循环。 这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是非常不利的, 不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所以说排便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男女, 我们都必须养成一些良好的排便习惯, 这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胃肠功能, 这对我们的健康和长寿非常有益, 每天及时地进行排便, 有利于预防口臭的发生, 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第一名, 心情愉悦。 如果你突然对谁都想发火, 感觉身体、家庭、工作哪都不顺, 那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可能你已经中了情绪的毒。 中医上把情绪分为七种, 喜、怒、忧、思、悲、恐、惊。 燃怒伤肝, 喜伤心, 撕伤皮, 忧伤肺, 恐伤肾。 每一种情绪的毒虽无色无味, 却可以渗透到五脏六腑。 心情和心态, 一直以来都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因素。 日常生活中, 保持心情愉悦, 可以延缓人体的衰老速度。 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 长命百岁的人很少有几个是忧心忡忡的, 一般情况下, 他们都是心态平和, 心情愉悦, 特别是性格开朗大方, 活泼, 很少因为自己的处境而哀声叹气, 怨天尤人的。 这样的性格和心境使得他们看起来更年轻, 寿命也延长许多。 因为情绪对一个人的身体积能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总是沉浸在不良的情绪里, 必然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加速身体的衰老,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